垃圾屋团队有个固定节目 就是每年捡一辆报废车开着去看内斯卡改装赛 NBA在世界范围内最出名 但美国本土最出名的是橄榄球联赛 接下来就是内斯卡改装赛 每年的电视转播都有国一观众称得上国民运动 每场比赛都有时速300的碰碰车连环相撞 所以很抓人眼球 垃圾屋也是提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 他们每年都要开房车跑400公里去看比赛 工作室附近的报废车厂有辆十年没开的1984款沃轮贝格房车 拉四个修车师傅边开边修理论上能按时抵达 团队中主修原意的胡子小哥自告奋勇开始清理车周围的杂草 说是杂草也有两米多高了 全部剪掉后看到了车载的发电机 团队以前剪到的房车发电机都会被偷 这次没丢位旅行开了个好头 车门也没锁 打开门后车厢里居然出奇的干净 铺设了全车地毯家具齐全也没有遭到破坏 最重要的是厕所没有异尾 即便如此这车毕竟是40年前的设计 家具安排很不合理 副驾驶可旋转的双人座椅发动机舱就藏在座椅下面 肯定得先打开检查一下 整个机舱只是落灰了没有锈紧 里是一台雪佛兰发动机 仪表盘上显示当前储存的备用电力可以运行85小时 驾驶舱的情况相当不错 接着去看看卧室部分 这的车顶在漏水与水已经把木质屋顶泡烂了 混合着泥土流到床上可以很方便地改造成花园 首先下车检查车上的电路 车前的发动机盖底下全部是散热器 电路保存得不错 只有卧轮背隔的房车会送车做碰撞测试 所以从很早开始 他们的房车就开始做前脸部分的结构加 电池舱并连放着两块储电用的蓄电池 点火和供电就靠他们 停了这么长时间电池肯定没电了 得想办法启动发电机 但按了自己的按钮都没有 发电机一直打站但启动不了 油箱表上显示还有半箱油 所以也不是供油的问题 车内的顶灯可以点亮喇叭也会响 说明电路也是通的 那就有可能是电池接法了 重新调整好接头然后上车点火 一般这种老车启动不了 多半是因为化油气管路不错 再加上这种喷雾十分易燃 所以垃圾屋很喜欢油 反复尝试等到油路被疏通车成功点火 排气筒喷出积攒多年的铁锈和尘土 车身重量常年累月地压着车底的泥地 轮胎逐渐陷进地里形成一个坑 一旦慢慢开出来 成功往前走了半米而且没有吸火 这下可以开回工作室再修一下卧室就能准备上路 临走前抽出油尺油位足够车开回工作室 车已经准备好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 回工作室的路上顺便检查了刹车和喇发 一点毛病没有接着再给轮胎充足起 车的积水开始流动车外艳阳高照车内下着小雨 走路上也会突然熄火 因为燃料其实已经挥发的差不多了 油箱里现在装着的应该都是力气 不过发动机工况还可以 转速有2700速度也能提到50多 老哥开到宽阔路面的时候快速扭方向盘 让车身左右甩这样就能摇匀油箱里的东西 想办法让车顺利回工作室 又经历了几次熄火后工作室的院子近在咫尺 但门前有一截坡道地板油冲上去 然后车就动不了 最后用插车推到修理场地 下车后天还没黑团队又试图修复发电机 发现是因为油泵坏了所以没法启动 车顶也要重做防水 第二天团队开始着手拆掉卧室的旧家具 扔掉床垫和床板 拆掉地毯后可以看到木地板已经熟烂 考虑到整个卧室都是用同样的材质装修的 所有装饰都需要拆掉重做 慢慢拆掉卧室装饰后 可以看到半边的木板都已经熟烂 支撑用的顶梁一把就能拉断车顶的铁皮也绣出很多窟窿 所以还要更深入的拆纸剩下车身部分 车顶的情况也很糟 原车主铺的防水层没有彻底贴合车身 所以会漏水一漏水 车主就在原先铺的防水层上再铺一层 结果就是又不防水又难拆 买来了搭建卧室用的木板 切成合适的尺寸先铺好地板 然后把后隔音板中间掏空做出天窗贴到卧室顶上 接着用石木料支撑好四脚开始做窗户 老哥找到工具包装里的一小包房 朝起找个角落塞了进去 瞬间觉得自己是个天才 垃圾屋团队都是人才但审美都不行 用整块木板贴到车身上 然后开始靠感觉锯出窗户 锯出来的形状非常抽象 不过能透光就可以 而且到堪萨斯400公里的路起码要开一天 修车的时间只剩下一天已经顾不上美观了 第二天开始下雨卧室又开始漏水 不解决车顶的问题 四个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老哥看了本木工杂志然后彻底做好卧室的支撑 接着在支撑上铺上木板当座床 为了节约时间俩人开始分工 老板爬上车顶开始做外部防水 胡子小哥则负责修好发电机 他拆掉了老化的线路换成新的 然后爬到车底检查启动电机发现已经不能用了 所以也要换新的 另一边老板一层层地铲掉车顶的防水填缝机 露出原本的车身 让新的材料可以完全附着在车身上 一忙就是一整天 等到晚上电路修好启动变得顺畅多了 但又开始打不着火 拆掉化油器的输油管接上塑料瓶 再次点火好确定是不是油泵的问题 结果输油管里什么都没有 一边检查油泵一边接好化油器 再次喷出油剂想让汽车启动 胡子小哥突然问出了灵魂问题 有没有可能车没油了油量表示坏的 随即爬到车底检查用手一拍油箱发出的声音像一口中 一点液体的声音都没有 装满油箱后上车点火依旧不成功 又开始检查管线看是不是有泄压的地方 接好几根脱落的管线也没解决问题 化油器的输油管是通畅的 所以有可能是化油器本身有问题 老哥实在太想现场看比赛了 拿起沾满汽油的滤清器阀门直接拿嘴吹 这老哥小时候也没少看通话 一边吹一边说我在亲吻沉睡的公主亲一亲就会醒 亲完重新装好没想到真成了 发动机持续旋转排气筒甚至开始喷 这位公主还是个暴脾气 能启动不漏水这两点都解决了 那就可以往堪萨斯坦了 一大早四位车队成员开始最后检修汽车 所有人也都换上了最脏的衣服 因为知道这一路免不了要路边修车 第一站直奔加油站先把车加满了 考虑到车速这车肯定要在高速上开一整天 而且车上的厕所是坏的中途还得停车和吃饭 时间很紧迫所以一上高速就开始地板油猛开 这种车一般都用钢板弹簧剪震 所以开始前后晃四人开始跟着车身的摇晃跳舞 车表现得太好开了一会四人觉得无聊了开始整 拿着地图开玩笑 不过车上坡时能明显感觉到发动机有点力不从心 而且有意识 团队感觉车可能要出问题了 所以继续全速往前开 再哪坏就再哪修 开到距离堪萨斯100公里时水温表突然转到头 一响声也变得更大 胡子哥推测可能是风扇皮带出问题 先找个地方买条新皮带试试 路对面就是卖零件的地方 水箱已经沸腾冒着白烟 车停在路边不敢熄火等红灯 不过还是坚持下来 停车检查才发现风扇的皮带已经完全脱落 然后卷在扇叶上根本转不动 所以水温一直在增加 换好新皮带加上冷却液发动汽车后水温降到了中位 不过还是感觉动力不足 所以团队没再开上高速 走过道方便随时停车 果然没走多远又出问题了 发动机里开始有一响 停在路边顺着油路检查 发现拆掉化油器的过滤器后 两边的管子里居然没有 用嘴吹一下过滤器里边掉出一坨一纹 最终才发现还有一个塑料减易过滤器 里边已经堆满了油污 附近也没有卖零件的地方了 只能用嘴再吹几下 换上几根新的软管希望能解决问题 老哥的嘴真的有种魔力 他吹过的东西都变得好用了 汽车启动后发动机不再一响动力也变得稳定 于是把车重新开上高速平稳的开了一段 众人打开音响放上嗨曲又浪了起来 谭笑间车终于开到了堪萨斯的内斯卡赛道 穿过进场隧道排气管声音清脆有力 再来到地面时终于能看到赛场了 找到停车位就能开始准备关赛 顺手去检查下发电机能不能修好 结果一按启动间发电机也开始转动 看来之前也是过滤器的问题 这下有点用 在赛场过夜后第二天下了点小雨 等场地路面干透赛道上开始出现赛车跑练习拳 所有人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 垃圾屋的粉丝也都围过来参观 团队成员给每个参观的人疯狂敬酒 因为喝大了再看这车观感会好一些 不过没什么效果 所有人知道这车就是辆垃圾 所以能开400公里来到赛场就是奇迹 接着正赛开始了赛道周围密密麻麻停的都是高级房车 这辆车显得越发格格不入 不过内斯卡的精髓就是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 车手都不论出身何况是观众呢 团队好好享受了比赛 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撞车场面 等到比赛结束又开着这辆车回到了工作室 回去的路上再没出一点问题 最后把他停在工作室的停车场让他在这里养老